大说谎家 诈骗集团 二十八亚大厦抗议 并政党扫议官出面 批评新的市长郭红安 情报公别策 针对七包图的去落提出直询的时候 公务处的陈明珍处长 就在市府内部的群组 发表这样的文字 上头清楚地写到 从头到尾都没有送 市长是跟教育处那天挖完后 虎就不知道放去哪里了 那就是再一次的证实说 你去年五月份所开挖的这个土 根本就是一场闹剧 根本就是一场政治操作的一个 作秀的细码 港湾市长一有检测数据的话 应该要把相关的data 还有报告拿出来 但是港湾市长却一直坚持说 只有口头报告 在这去年国际地 先在市长公安大动作 独立新的压救党 欧七包图 说要送去美国大人民的市监色 减色逃捷 现在创警本没这样 和计划没说 市长就要留待护照 市长也欠市面自己欠 我在汉创跟美方来往的 相关电子邮件的植本里面 确实有看到在去年的五月份 跟七月份取样的 这个土壤的检测数据 在美方也很明确地表达 禁止公开的一个状况下 我想新竹市政府 就没有去公开 这份试验的一个数据 并对这一期 港部署署署的亲身出品来定清 共同土有送去美国检测 但是在军图里面 发现的内容 创业不好好解释 恐怕真要让我解释 谢谢新闻 新嘴报导 台湾最好看的台记新闻 MOD请收看明镜新闻台